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敌人发现了他的失指挥所 廖正国立即让副市长陈廷用电话与纵队联系 自己出去布置巨手兵力 他刚一出门一发炮弹竟然落在了指挥所上爆炸 廖正国大喊 特务营二连 连长立即应声 廖正国大声说 失指挥所就是你们的后方 只有前进 于是二连受命立即发起了反击 后来廖正国找到了正在打电话的副市长陈廷 听见听筒里传出了司令员叶飞的声音 你们躲一躲吗 不能硬呆在敌人的炮口底下 陈廷放下电话对廖正国说 叶司令员说 我们干得对 就是应该见仗就打 正说着外面响起一片拼杀声 原来敌整72师趁机钻到医师指挥部的眼皮子底下来了 后来经过我军的一阵冲杀 敌人终于被打了下去 师作战科长毛进冲进来对廖正国说 师长指挥所是不是挪一挪 挪往何处 现在全师展开 父辈受敌挪也无济于事 廖正国说师长不走部队也只能死战 最终他们成功地把敌整25师和72师分割开来 战后副司令员何克希说 廖正国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 但是叶飞小的说 不过我对他最放心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